要可能要注意就是这个啦 encoding encoding大部分都是UTL8为主啦 但如果你只要抓下来的资料 你其实用以色列打开 如果不会乱码 那你可能就要加这个了 OK 如果不是乱码 如果是乱码的话 那其实这一行 其实就可以不要加 如果这一行不加预设就是UTL8 所以其实问题 也都是跟那个微软跟非微软有点关系 所以我发现很多地方会出问题 就是他们不同意 但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也不可能同意 因为谁要听谁的 对你大我大 对其实我会觉得说 我的占有率这么高 对那我何必要听你的 对 而且它光Windows光Office 不得了 这软体的世界里面 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它的市场 而且现在那个Office 慢慢又转 转换 以前是买一次性的 就你付一次钱 你可以一直用 但现在的Office 365 现在是每年都要再付一次钱 你一年有没有 你就买一个授权 一个授权假设是三四千块 你一年之后还要再缴三四千块 如果公司的话 那可能缴更庞大的一个 看你几个授权 那这样的算下的话 这边有点像缴保护费 缴没完没了 永远就在缴那个钱 OK 所以你看软体功能真的很好赚 其实它做什么 也其实好像又没什么 所以有变嘛 有啦 版本变一下 画面大概改一下 也不能完全不能改 然后多一些功能嘛 但那些功能到底你会用到 其实也不一定会用到 只是说你好像被迫一定要升级一样 所以慢慢为什么会有Python这种东西 其实就只有软体 一般叫做开源软体 最重要是不用花钱 只是说不用花钱 但是还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很多地方都必须要自己来 有没有像这东西 如果你不用Esser的话 一样可以做到Esser一样的结果 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写程式 OK 那接下来的话第一步就是把资料读出来 第二步因为我刚刚讲过 那request它实际上就是有点像那个read line 它没有realize 它只有read read是整个读回来 所以我变成要分两阶段去切割这个资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个读档案的话只要一次 因为我用realize 那我就不需要去切每一行了 OK 差别可能是在这里 另外的话 你们可以慢慢习惯用Nord配加加这个软体 因为这个软体我还蛮喜欢 也是免费的 然后它可以看到 那个档案里面的有一些你看不到的字元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官看到的字元 你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就好 比如CR你就把它转换成反斜线R LF就是反斜线N OK 那有一些档案你会发现它就是只有LF 没有CR 那大部分就不是用那个像Windows 不是用微软的软体所产生的 那就可能后面就LF而已 但如果你是用微软的软体所产生 大部分后面都会是CRLF OK 其实也是微软 它就是要跟别人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OK 所以人真的还是要有点不一样 你不要都跟别人一样 如果都跟别人一样就没有价值 最重要的是我就是要跟你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那表示我们是不一样的 OK 就是特色 我不知道 以前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我要跟别人一样就好 跟别人一样其实就没有特色 OK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你到底哪里跟别人不一样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再切割逗点 所以分量是切割完之后 看到的结果 第二次特别最后 那避开0跟避开最后一个 那就把资料全部切完了 那输出结果就等于是长这样子 那一个中瓜糊就是一个串列 那总共有五个蓝位 那这五个蓝位我们已经大概知道各个蓝位 那蓝位名称的话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什么 第一个日期嘛 第二个应该就是种类 然后哪个市场 什么样的菜 然后多少钱 OK 那可是如果你懒得去 就是产生这个蓝位名称的话 我讲过了 可以模仿那个Excel 就是五个蓝位 就A B C D E 就五个蓝位了 那如果形态你不想要特别去定义的话 其实你全部用TEST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想要特别定义的话 那你也许你可以 把第一个蓝位改成叫Date Time 的形态 那最后一个蓝位如果有小数点 我记得好像最后一个蓝位的价钱好像小 那你可能就不要用TEST 你用Double 你不要用Integer Integer的话是整数 OK 所以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如何把它放进资料库呢 那其实第一步就是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做法差不多 所以也许你将来 如果你怕会做错 或者你也不想记太多的话 干脆就模组化吧 第一个 建立资料库 那前面都讲过 我又把它整理了 所以你可以从在底下 这边称之后我帮你各位编号 以后的话是你可以复制贴上 那你要贴对了 OK 我是不反对了 但是我是怕说很多人就复制贴了 然后都没有改 然后就跑 跑了就错了 复制贴是OK 我是他一般反正跟老师在教一般都不太建议人家用复制贴的 因为很容易错 最好是自己打 没有自己打过的话 其实没有那种task的感觉 最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最好还是重新再做过一遍 如果上课没太多时间的话 我就建议你干脆直接拿这个 第一个建立资料库 我把它Ctrl C 你要impost 按到底下 把它贴到哪里呢 直接贴到 一般习惯会贴到二行的地方贴上 建立 impost如果有两个的话 我是建议 奇怪的 impost request 斗点 然后impost 把那个seqlite 3 把它放到后面来 这个就不用impost 也就是说 不需要 impost重复 两行 就把它逗点全部放在一起就可以 OK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建立一个资料库 叫做market.db 所以我会建一个档 另外的话 这两行是 如果这个table table名称叫market01 存在的话就把它删掉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再做第二件事 建立资料表 资料表的话 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表里面有五个栏位 那名称的话 我懒得再去想说 他要用什么样的名称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用懒人法 如果那个案子 不是说很正式的 或者是比较违行的 那说真的很违行的 我都会用很违行 很懒人的方式在写专案 就用很简单的 很快 而且不容易出错 而且不用去想说 到底要给他什么样的名称 你用ABCDE就好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create 建立资料表 特别是放哪里呢 干脆一样是放在 这一个下载的 这个 等于是先建立资料库的下方 一样 建立完资料库之后 再建立资料表 一样create table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帮我建立一个新的 如果存在就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 然后分别的话有A B到E 因为第一栏里面是日期 所以我给它一个形态 叫day time 然后呢 第二 第三第四的话呢 都是文字 所以test没问题 那第五的话是价 价格的话 我给它用那个 因为有小数点 所以我把它放double 但如果你没有小数点 你用int 大概是这样子 ok齁 好 所以已经建了资料库 已经建了资料表了 里面没有东西 再来的话呢 最重要的动作 也最容易出错了 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出现的那个 那个有没有 串列呢 全部insert into 到资料库里面去 资料表里面 那怎么样insert into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第三个动作 也是最困难的 就是在这里 从哪边呢 就是黄色区域 这个也是最困难 而且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那主要的话呢 我们是把这一些 Ctrl C 那放的位置特别注意哦 我是把它放在 当档案读取的这个地方 printml print list 2的下面 把它back到前面 贴上就可以了 诶 这样的话呢 其实应该就大功告成 我们看一下 把它往上调一下 那 第三个动作 特别注意哦 print的这个 其实可以把它 打开这好 OK哦 那底下的话就是 把刚刚读的东西 分别放到那个资料表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 语法就是insert into market in e 有没有 然后values 后面的话特别注意 因为有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的话 特别注意哦 那后面的话 就会有五个大瓜糊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好像前后 都有放单引号 对不对 其实哦 如果你第五个栏位 这边有没有 它是double的话 其实前后这个单引号 可以拿掉 因为它放的不是文字 如果不是文字的话呢 前后不需要加上单引号 ok 那data的话需要哦 这个data需要 test也需要 所以 最后一个啦 然后差别是最后一个大瓜糊呢 前后不要单引号 然后再点format后面的话呢 就分别的吧 把它的 这个串列里面的第几个 有没有 那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就零 中瓜糊零的话 意思是把日期抓过来 放到这里面来 再把种类放在这边 一个萝卜的坑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就是format它 如果format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seql语法 然后呢 底下就是把它execute 丢给那个资料库 请你帮我把资料放进去啊 ok 那最后的话呢 这边总共应该是两万四千多笔的资料 就全部丢进去了 丢进去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commit 确定哦 两万四千多笔 全部把我放进去了 然后就close 写入成功 诶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把它执行一下 ok 那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理论上应该呢 就一次呢 就可以把它丢进去了 诶 写入成功 而且你会发现两万四千多笔哦 而且是从网络上抓的 感觉还是蛮快的 所以哦 当然 如果你想要感觉 更有感觉的话 你可以再抓个几百万笔 几千万笔 有的同学 之前说 他的资料量都好几GB的资料 还是跑得动啊 没有问题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资料全部写进去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只是说 不要做错任何一个地方 好 所以刚刚特别注意哦 一 我是在上面先加什么 SQLite的资料库 二资料表 啊 把第三的话 最重要是这个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呢 另外 另外 用 我们之前有下载一个工具 那工具的话 我再把它放在 放在这个 补充资料里面 有一张SQLite Browser 这个 那再把它开起来看一下 两万四千多笔呢 到底有没有放进去 如果有的话那ok 没有问题哦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部分呢 先试的完成 画面 刚刚没切哦 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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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